你去說他們的行動是否失焦呢? 我不會這樣去看 你會見到 包括在屯門的行動裏面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是說 我們的政府的執法 我們的警方 為什麼在平時一個公園裏面有這麼多噪音 有很多不同的問題的時候 警方是不處理 就是 是會搜尋的 但是 去到我們示威場面 我們的市民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去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的時候 我們的 警察就強是變得毫不搜遠 就是他們是對警方的一種不滿 也可以看到 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底下 其實 整個立法會是被建制派被把持 沒有真普選 我們的政府是不會回應市民的訴求 地區也是被建制派 就是他們搞到一團糟 就是你回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 也是跟我們五大訴求裡面 是有著關係 就是這個 這些的 問題就是落到地區層面 他們表現的形式不同 我想我們大家香港的人都要去看 其實政治 正正就是一層一層這樣去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為什麼我們的公園變成一個不能休憩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的街道 這麼難買到生活上面所需的用品 所有的商店變成了藥房 我們要解決我們的生活所需 往往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才能解決得到 其實很多時候是源自於我們的政制 我們的立法會原來不是代表我們的市民 我們的立法會主席都是零票當選的 我們的特首是不聆聽民意 他不單止是在政治議題上面不聆聽民意 甚至乎在民生議題上面 其實他也是造成現在香港所有問題的原兇 就是這個正就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當然就是你說 他們落到地區的時候 未必是集中於一個最政治的一種事件 但是他們落到地區層面的時候 就是反映出政治的問題沒有被解決 民生就一定會出現問題